搭完波夢車上來啊 就可以回到旁邊這個主要的步道 那再走上去就有幾條森林步道可以走 那它這裡也有一個這個鳥居 它這個就是在日據時代就有的東西喔 走吧 我們現在在太平山莊最上面的森林步道入口 那這邊有分成兩個步道 一個是檜木原始森步道 另外一個是鐵山森林步道 它這邊這樣繞一圈就是原始森林步道 然後從這個紫色的地方再繼續走的話 就是鐵山森林步道 這條步道它就比較長 它就大概要花兩個半小時的時間 這裡是入口 然後這裡是出口 這樣子繞一圈就可以了 我們要進入森林了 你看它這裡就真的是一個森林步道 就是它有規劃非常好的步道 就是都很好走 有味道耶 真的喔 很香耶 真的耶 木頭味好重喔 這就是山木吧 我們走上來大概15分鐘就到了 原始森林步道跟鐵山森林步道的交叉入口 那如果要繼續往鐵山森林步道的話 就是往右邊 結果因為距離晚餐還有一段時間 所以我們決定繼續往這個鐵山森林步道走 鐵山森林步道開始 它這邊的步道就比較不好走 走進鐵山森林步道之後呢 它這裡的步道就是沒有像剛剛那邊那麼完善 可是我覺得越往上走越美耶 越有秘境 對很像仙境的感覺 可是來到這裡的話真的是不能太晚來 不然太晚來的話 那霧整個就會下來 真的是迷霧森林的樣子耶 哇 你看我們走在霧裡面耶 在這裡感覺就很適合大力的深呼吸 你在幹嘛 新鮮的空氣 這種迷霧森林啊 不都是上去的時候 陸海看的蠻清楚的 然後下來的時候就會起滿了大霧 然後你怎麼走都走不到原地 所以它是還要用防射的這個 喔 難怪齁 欸 這裡有啊 我只會 你看那裡在那裡 上面的樹都在動 欸 它在那裡耶 大隻的 好明顯喔 它就坐在那邊休息 就在那邊看著我們 跳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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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那個樹的聲音你就找到猴子 這整個山頭都是那個樹的聲音 有一隻小的在那裡 比較遠一點在動的樹 在哪 欸 我好像看到了耶 Muddy你會學猴子叫嗎 跟他們打個招呼 你有像猴子在叫嗎 有 嗯 嗯 嗯 我跟妳說 然後其實是對面山頭人在學猴子叫 然後我們也在學猴子叫 你就是猴子叫 其實就是我們在跟他們對話 你就是猴子叫 變成這麼瘋 變成這麼瘋 可是在這邊有說情部餵食猴子耶 嗯 這裡沒有像原始森林步道那麼好走 然後路途也是比較久一點 所以要上來的話自己斟酌一下 可是上來這邊看到的風景 又更不一樣 都很美喔 好吧 那我們現在下去吃飯了 蛤 那他這邊的晚餐也是沒有太長 那雖然他跟三三個 就是他的東西 這個 晚餐結束後 就會有很多人在這個咖啡廳這邊看影片 這邊有時候會播太平山生態的影片 小阿姨說晚上在這也沒有事情做 所以阿嬤開始帶大家跳起日本舞來 好啦 那我們就約明天早上六點半吃早餐 早安啦 明天見 早安 我們現在起來一個大早 現在七點半 我們要去翠峰湖 GO 我們現在在翠峰湖的環山步道入口這邊 翠峰湖是台灣的高山其中一個湖泊 它這邊有三個步道 我們早上原本要到這個觀日庭這邊看日出 可是今天霧太大了 所以就沒有看成 那我們現在就去翠峰湖環山步道走走吧 那這翠峰湖的環山步道啊 都是平的 沒有任何的解題 所以還蠻適合老人家來這邊走的 然後它這邊步道走一走就可以看得到旁邊那個翠峰湖 你看翠峰湖的沒有什麼水啊 然後它這邊就有設有幾個翠峰湖的觀景台這樣 翠峰湖啊 它不會有任何的高山的溪水流入這個湖裡面 所以它的這個湖的水全部都是靠雨水 所以它這時候它是枯水期 會比較沒有水這樣子 走大概五分鐘就看到這個 翠峰湖的觀景台這裡 看日出的話就是要走這裡 然後走到山頂的話就可以看日出 頂需要一點點時間 所以要來看日出的話需要計算到這個時間喔 我剛剛看到就是這個鳥 紅頭山雀 很可愛耶 這大小也大概是這樣而已 阿嬤 我們等一下就要去你說那幾樓那 要去那幾樓那 太平山最後一站我們來到 是這個最有名的建勤懷骨湖道 這步道入口出的停車位不多 建議要早一點到 那它這裡呢為什麼會有這個名字 就是因為它這裡常常會起霧 那它在霧退掉之後就可以看到遠方的山頂線 它在起霧的時候就會很期待放晴的時候 所以它就叫做建勤步道 它這裡的步道圈長大約有900公尺 沿途呢都是平緩的沒有陡坡 來回大概一個小時的時間 也是蠻適合帶長輩來這邊走走的 阿嬤 你給大家說叫什麼名字 建勤白勤 布道 欸拍照的地方就在前面耶 到了啦 到了到了到了那裡 布道最漂亮的地方就是從這裡開始 那它這可以看到舊的鐵路上面 都背起它的植物給布滿了 你看那個超美 對啊 你看這個舊道然後配上那個蕨類的植物 真的是很美 你看這個 你看這邊真的超美 真的 最多人拍照就是在這個600公尺的地方 這邊都被掏空了耶 那它這邊上面都布滿了 滿滿的蕨類跟蕨類 嗯 走完舊的鐵道之後就會有一個拱橋 拱橋之後就會有吊橋可以走 前面這個吊橋你可以選擇要走吊橋 或者是走旁邊的平面 哎唷好很晃耶 你看 嗯超美的 這裡又一個吊橋了 那它這個更高了 那它都說可以走10個人了 晃了 你看下面 很高耶 3個人就這麼晃了 還10個人 我們到步道終點了 那原本步道5.5公里 現在只剩下900公尺 它5.5公里是運送木材的軌道 那後來為了讓大家可以走路 所以它把它弄了2.35公里 然後可是因為102年的風災 所以現在只開放900公尺 背起來 好專業不用這樣就好了 好啦我們要回去囉 在冰箱真的是很好玩 在這邊感覺真的是可以四個季節都來一次 來感覺一下四個季節它不同的樣子 台灣真的是很美 台灣真的是很美 大家也可以計畫一個 兩天一夜的太平山之旅喔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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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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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